画面中可以看到深夜时刻 大批消防和多辆救护车 抵达新北汐止这处社区大楼 因为警方后报 大陆内竟发生持刀砍的事件 事发就在6号凌晨12点多 当时大陆内一名女子报案 表示自己和小女儿都遭到大女儿 持菜刀砍伤 警消不敢大意 立即前往现场 果然发现报案的妈妈和小女儿 都有被力气割伤情形 救护人员也赶紧在现场进行包扎 并将两人紧急送医 再来听端访问 深夜惊传砍人事件 父亲立军表示不知情 不过据了解 遭砍的妈妈 儿头和手部有多处割伤 小女儿则是额头和颈部受伤 目前两人都已经在医院救治当中 而遭报迟到砍人的大女儿 则是情绪不稳定 也被警方控制 强迫送医 后续等待情绪稳定后 警方也将带回讯问 立即大女儿到底为何会分而 迟到砍伤妈妈和妹妹 马上 都可以 这些条件比较 解这个